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美国加入外交抵制行列 至今加入的国家还不到10个 美国的号召力也得到了很好的证明 法国 意大利 韩国政府明确表示 不会加入抵制 法国总统马克龙形容这是 形式化且无关减要的 讽刺的是不论抵制与否 以上所有国家的运动员 都将在明年2月4号相聚北京 参加在第一次中国举办的冬奥会 那么这样的外交抵制到底意义何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某些国家政客在没有受到邀请的情况下 炒作所谓外交抵制 纯属自作多情话中取宠 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 波音现场 德国波音大学政治学教授 孤学武 巴黎现场 凤凰卫视驻法国记者金亮 华盛顿直播室 凤凰卫视驻美国记者王又有 悉尼现场 凤凰卫视驻澳大利亚记者杨海英 东京现场 凤凰卫视驻日本记者李淼 一起来关注一场形式主义的 外交抵制奥运活动 一场无聊的游戏 先来看锦孟金的主动报道 离北京冬奥会开幕 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让人意外地视为赛事热场的 不是喇喇队 而是一群跳梁众志家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 在12月6号打向头炮 声称拜登当局将不派 任何外交或官方代表 出席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参望会 鉴于中国所谓在新疆 践踏人权的行为 盟主一声令下 麾下小弟纷纷复合 新西兰在美国宣布 隔天表示 不会派官员出席冬奥 但强调不出席 主要是和新冠疫情有关 加拿大 英国 澳大利亚 紧接其后 致辞五眼联盟成员全部到齐 美国纽约时报的评论更善 称称奥运赞助商 正把所谓利益凌驾于道德之上 并直接点名国际企业 作出声讨 可谓看热闹不显事儿大 根据奥运规则 外国官员出席奥运会 本应由本国奥委会发出邀请 最终决定权在国际奥委会 环球时报援引知情人士称 北京从未邀请过 美国政客出席北京冬奥会 反华政客在中方 未邀请的情况下 不断炒作外交抵制 完全是哗众其宠 也有国家无意加入这场大戏 韩国表示不会抵制冬奥会 而法国总统马克龙 公开强调奥运会不应政治化 并挑明了反华政客话里玄机所在 有时评指出 抵制奥运也有真假之分 运动员不来三赛为真 而官员不来都是假把士 2024年法国巴黎 奥组委主席爱斯坦盖也坦言 历史证明抵制行为 从来没有达到政治目的 没有任何意义 同西方各国个别炒作 抵制冬奥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这些国家奥委会和运动员 对冬奥会的积极态度 据冬奥会数据 截至11月17号 来自欧美等国的奥委会 已经提交了14000多条注册申请 仅美国奥委会就提出了1500多条 在11号举行的第10届 奥林匹克峰会公告指出 北京冬奥会的举办 将开启全球冬季运动的新时代 中国提出要带动3亿人 参与冰雪运动 将使得全球冬季运动的开展 迈向新高度 自导自演 美国外交抵制 会复产生骨牌效应 自说自话 西方任何反华姿态 背后适合冬季 自强不惜冬奥应 如何避免体育运动政治化 我们欢迎各国运动员及相关人士 来华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 愿通各方一道 践行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 为促进奥林匹克事业 做出新的贡献 好的 现在到现在也不到十个国家 跟随美国脚步进行所谓的外交抵制 那么有没有运动员抵制北京冬奥会呢 没有一个都没有 来自96国家的2962位运动员 将齐聚北京参加这一次冬奥会 好 我们首先有请在波恩的顾学武教授 我们看到抵制我们是有所耳闻啊 boy cut 对吧 现在加上外交两个字变成外交抵制 原来抵制还有这么多层面 但是运动员都会来 这个奥运会根本就是在正常的进行 这样的抵制到底能达到什么效果呢 所以个抵制吧 实际上在概念上 可能大家还要理清一下 所谓抵制 boy cut 这个概念 是以前英国人放高利贷的时候 大家都不满意 这个对他进行强烈的抗议 包括给他送垃圾的人 或者收垃圾的人都不给他家里收垃圾的 全面的抵制 换句话说 这个所谓的boy cut 这种抵制吧 实际上是一种集体的不配合的行动 就是说你有意让我干某一种事情 我集体不配合 这叫抵制 所以这次美国这个率先提出 就是说我们不派外交官来出席北京的冬奥会 响应的也不多 刚才这个解说已经提到过 也就是这个 安格鲁这个萨克逊的里面 这个六七个国家 是吧 这个呼应了美国 他还不能形成我们严格意义上的抵制 这是一个外交层次上至少这样 军务院层次上就更不可能出现那种状况了 所以这个抵制 这个是一种集体的行为 如果这个集体只有一小撮人的话 可能还真的称不上 就概念上都称不上为抵制 是 感觉这个外交其实就是一个伪命题 我们看白宫发言人普萨基 一方面表示 不会派任何官员出席这个运动会 很强硬 突然话锋一转 我们美国政府全力支持 美国队的运动员们参赛 这难道不是为北京奥运背书的意思吗 总之是传递了一个非常令人疑惑的信号 好 我们再有请在华盛顿的又有 其实美国抵制这个冬奥 在几个月前就传出了风声 在他正式宣布外交抵制之前 12月4号 华尔街日报已经开始有相关的报道 美国一些政客 几个月前就开始有预谋的讨论这个问题 能否为我们梳理一下这个时间线 好 科夫 就像你刚才所说的 白宫在最终宣布的时候 一方面宣布了这个所谓的外交抵制 然后又一方面强调 美国政府全力支持运动员参加冬奥会 那在这个之前 白宫宣布之前 就已经有媒体放出消息 而且其实是美国两党 包括国会的很多议员 都向白宫进行施压 那很多人 很多观察人士都评论说 白宫最终采取的这个宣布 其实是采取了一个比较温和中立的方式 相较于之前一些政客 想要白宫采取的方式 是因为他宣布了这个所谓的外交抵制 但是呢 他在这个记者会上宣布这个外交抵制的时候 又表示说他们不想用这个外交抵制 diplomatic boycott这个词 他说这个词呢会让人联想到这个1980年代 美国当时对这个苏联的运动奥运会的抵制 那当时呢 对苏联的奥运会的抵制 不仅是没有送官员 而且呢也是不让印度人员参赛 所以说白宫呢 并不想把这一次的 对这个冬奥会的 这个所谓的外交抵制 跟上一次相比较 并且相联系 所以你可以看他从这个白宫的记者会上 你就可以感觉到这种矛盾 而且呢像你刚才所说的 在这个普萨基在白宫记者会上 宣布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还说 他是一个奥运会的粉丝 自己是非常知名于奥运会的 所以他也会在家里为美国运动员们加油 而且他非常期待这样做 所以也像你所说的 刚才就是他这样的表态呢 是一个非常矛盾的 一方面呢好像又想缠绵一个所谓的立场 但另外一方面呢 又非常积极的支持和推动这个美国运动员参赛 而且呢其实在7月份的时候 美国一直的 关于这个冬奥会的一系列的商业的行为 都已经在运作中了 包括7月份的时候 美国已经非常这个高调的宣布了 美国都参加冬奥会的这个奥运 奥运团队所要穿的这些服装 所以说呢总体来说 美国这边分析人士认为 拜登政府呢 是想要寻求一种在这个极端的政客 推动的这个所谓的这些路线中 寻求一个比较中间的路线 既表明态度呢又对自己这个运动员 以及北京冬奥会的举行 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影响 是就像你说的 根本就没有实际的影响啊 谢谢又有 菩萨基如果真的想来中国 看这个奥运会开幕式 估计也不会被拒绝 好 我们再来有请在澳大利亚的海英 我们知道在美国 首先正必忽爱回外交抵制这个奥运会了 澳大利亚是第一个跟班的 那么尽管澳大利亚的奥运会主席明确表示 任何国家针对北京冬奥的抵制行为 都没有意义 为什么澳大利亚会如此执迷不悟 你在澳大利亚采访到一些各界的人士 尤其是运动建议他们怎么讲 实际上澳大利亚加入美国的这个 紧随美国已经看得见 阿克斯 英国 美国 还有澳大利亚 属于纯白核心利益 所以说他们这个 澳大利亚政府说要抵制 这已经是意料之中的事 大家都已经很明确 莫里森是澳大利亚的 是对抗中国的极先锋 实际上我在12月5号的时候 去了墨尔本 专访了澳大利亚这次冬季 北京冬季奥运会代表团的团长 利普夏特 他就向我明确表示 他们是非常不赞同这样的一种做法 当然他也认为 这个政治是跟体积应该分开 澳大利亚还是全力以赴地 派出了代表团 47个人 同时澳大利亚实际上还有几位运动员 已经在北京展开了集训 那么同时澳大利亚的一位 我们也在奥运100天的时候 在线上 同澳大利亚的一位冠军运动员 他是滑水的冠军运动员 女的 他这次是很有可能为澳大利亚能够夺到金牌的 他也认为 boycott这件事情 对澳大利亚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实际上澳大利亚 嘴上是这么说 实际上他还是派出了很大的代表团 47个人 他们提前也去考察了那里的所有的设施 他们认为这个高速公路太惊讶了 从北京300多公里花一下就四十几分钟 好像多少时间就到了张家口 他觉得各方面的设施都是非常非常好 尤其是他们比较关注的是这次因为疫情 他们还是向奥运奥运会的组委会保证 他们最为担忧的就是团进团出 能够希望运动员都能够到那出好成绩之后 没有任何问题回来 但是他们也 那个团长也跟我说了 他们看了所有的这个中国的这些防疫措施 他认为是非常非常不错 设施真的不错 还有这个防疫的措施也非常不错 所以说他们也是很有信心 他们也非常期待能够到北京去完成 这次奥运的集训的包括集训 因为他集训一部分代表团已经在那了 同时他还跟我说 这个团长还说 他说他们还是用中国的奥运会的 这个冬季奥运会的水平还是非常高的 他们在未来还要展开和北京方面的冬季奥运会的 就是冬季就是项目的运动员进行双边的合作 因为澳大利亚是夏季 澳大利亚这个地方血比较少 所以说呢 两国之间的我发现在探讨之中 我们在采访中非常友好 而且他们真是对这个政府所谓boycott 不屑一骨可否 好的 谢谢海英 中国也是敞开双臂 欢迎澳大利亚的运动员 希望他们能取得佳级 好 我们再转向法国 尽量我们知道一有机会 马克龙就会跟美国作对 在某些问题上 这一次马克龙可以说做得很绝 他说他明确表示 他不会参加这个外交抵制 是欧盟国家中第一个表态的 他说这个不痛不痒没有意义 也说了不能将奥运政治化 那么有评论认为 此方表态对中国来说 是很有意义的 马克龙这的作风如何来解释 是的 科夫 那马克龙他不是明确表态 是不是要前往北京 那欧洲方面呢 刚才其实片子也提到了 只有这个英国和这个欧盟的立陶宛 是加入了抵制的这个阵营 那其他国家呢 目前来说呢 都没有做出一个明确的表态 是否要进行这个外交抵制 都其实是在持一个观望的态度 那并且呢 是希望由欧盟的官方 最后做出一个联合的决定 而外界呢 本来是期望 昨天的这个欧盟峰会上呢 会有一个决定 但是结果呢 最终也没有讨论出个所以然 所以呢 在会中呢 只有匈牙利一个国家 匈牙利一个国家 表示永远不会支持外交抵制 这个 其他的成员国呢 都表示呢 要等到本周四 最后一次峰会上 再继续进行商议 所以由此可见呢 欧盟内部其实 各个成员国之间 在这个问题上是存有分歧的 毕竟这个所谓的抵制 刚才新闻片也提到了 就您也说 马克总统说呢 他这个抵制呢 就是假把势 不疼不养 官员不去 但是运动员照常去 这个怎么能叫抵制呢 对吧 同样呢 这个欧盟各国也都在盘算 就是这个假抵制 有没有必要这样做 那毕竟呢 这样做事情是要考虑后果的 我们常说 对吧 那毕竟中国可是欧盟的 第二大贸易火关国 而且很多欧洲的国家呢 又都各自呢 和中国有着紧密的 这个贸易往来 所以呢 有分析指出呢 可能最后呢 欧盟也不会有一个 统一的立场 那法国方面呢 目前来看 无论是从官方 还是到业界呢 都是持反对态度的 当然这里面 不能忽略的有一个因素 就是巴黎要举行 2024年的奥运会 但是从历史上来看 那法国似乎 在一些大事上呢 都有自己的主见 那这个常说呢 这个戴高乐的这个主见啊 就是远见 那么戴高乐这个远见是什么呢 我想就是 在一些历史的大问题上呢 经常是做出一些历史性的决定 和历史性的选择 就包括当时 他让法国成为了第一个 同新中国建交的 这个西方大国 所以呢 我们也期待 马克龙总统呢 会出现在北京冬奥会的 这个开幕式上 那目前呢 虽然他们还没有明确表台 是否会前往 而在业界方面呢 我们无论是在专访 这个巴黎奥族委主席啊 还是残奥委主席 还是这个巴黎2024的 奥族委主席呢 他们也都是清一色的 持这个反对态度 那就在昨天呢 这个巴黎2024奥族委主席 埃斯坦盖还表示呢 自己会亲自前往北京 观摩北京冬奥族委会的工作 学习经验 同时呢 也是表达对于 北京冬奥会的支持 而法国这个奥族委的主席呢 布里吉特也表示呢 也会届时前往北京 所以呢 从这些方面看呢 法国政府最终大概率上呢 是不会加入 抵制的行列的 这个客服 是 可能很多人都忘了啊 前不久结束的 东京奥运会上 开幕式 其实一个外国元首都没有 除了马克龙 他去了东京奥运 这样的话 如果他能来北京奥运 也是好事一桩 好 谢谢我们的法国朋友 再来有请在波恩的 顾振武教授 德国的这个态度 到现在为止 还是处在这个观光态度 能够理解 因为新政府刚刚上台 面临很多的问题 您如何来看待 现在德国的选择 我觉得这个德国的选择 应该是已经很清楚了 只不过就是说 他没有像马克龙的 说的明白无我而已 从目前我的观察来看 欧洲的除了立陶宛之外以外 可能没有什么其他的国家 说明确的要去抵制 这个中国的冬季奥运会 其原因其实很清楚了 第一点就是 美国的这个抵制 这个北京的冬奥吧 对欧洲来讲 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大家都很清楚 而且还相反 现在的这个 包括德国的这个奥运会的主席 新上任的主席 这个一上台之后 就对德国新外长的 稍微莫连两可的话 他都不满意 他说我们坚定 我们准备了这么长时间 我们一定要到北京去 这是跟政治毫无关系的事情 所以说现在明显的看到 我们看到很多利益的博弈 三个层次 一个是运动员的利益 一个是为了进入奥运会里面 很多企业进去的赞助的利益 再也就是政治家的利益 我觉得在美国 可能这个已经展现得很清楚 就是美国的这个政治集团 他心里面 他不想给北京捧场 他说得很清楚 就是北京 对北京来讲 这是一个奥运 是一个东郊 是一个盛事 一个大型的 这个全球举目 这个相望的一个大的活动 他就不愿意来 给你捧这个场 他去了也难受 所以他来不来 对北京来讲 确实无所谓 但对德国这个欧洲人来讲 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大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现在 德国这个总理 这个外交部长的表态来看 他们并不是持观望态度 我觉得 他实际上心里早定下来了 无非就是说 他这个在等待一个时机 把这个排量出来 我目前观察的情况看 他们肯定是不会跟进美国 但是现在唯一有一个情况就是 欧盟层次上 也不会作出一个具体的决定 因为按照欧盟的宪法的规定 体育的事物 是属于各个成员国的事物 欧盟委员会 他之所以讨论不出东西来 因为欧盟委员会没有授权 统一在这个事情上 做出一个决策 他最多也就能 这个建议成员国 自己采拉各种决定 所以说如果法国 确实是已经定下心来 不去这个抵制的话 那德国绝对是跟进法国 这一点毫无疑问 而且我的判断来讲 德国它并不是在观望 而是在锦罗密鼓的 从各国进行沟通 尽量的各个成员国 决定的时候采取统一的政策 这样以避免欧洲 各自为战的这样一个态度 但是以什么形式 是总统总理部长去 这可能是另外的技术问题了 是的 其实时间拖得越长 对美国来讲越不利 继续问顾学武教授 这个抵制奥运会也是有历史了 但是从来没有达到过 任何他想要的目的 为什么人们对此 还是乐此不疲呢 比如说1980年抵制 莫斯科奥运 莫斯科也没见从阿富汗撤军 对 但是我们知道 抵制这个奥运吧 政治上抵制的话 因为所谓抵制 实际上就达到一个政治层面了 层面就实际上 就是表达一个兴趣 我对你的政治上的 所作所为不认同 所以我借这个机会 表达我对你在其他领域 政治领域里面的 不信任和不欢迎 所以1980年抵制奥运的时候 中国也参加了抵制 1980年67个国家 联手美国 或者美国联手中国 一起抵制莫斯科的奥运会 67个国家参与 当时就是表达的愤怒 就是莫斯科 1979年 大兵入境阿富汗 这个是当时 虽然没有让 这个阿富汗 这个苏联从阿富汗撤军 但是明确地表达了 国际社会 对你这种入侵行政不满意 所以这个 奥运会的政治化 是有历史的 中国也参呼在里面 两次 还有一次是1956年的 墨日本奥运会 是吧 因为中国当时 已经是奥运会成员国 但是呢 奥运会又同时把台湾也要 双重邀请来 中国为了保持中国的国家的统一 毅然退出来国家奥运会 直到1979年才重新加入 当时也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 我远离你这个奥运会 所以说 这个奥运会 这个奥运会 从历史的发展开 最早还是1936年 纳粹德国举办的时候 也有些抵制 这个所以在2014年的时候 这个俄罗斯的 这个冬季奥运会 因为这个俄罗斯 吞并二这个克里米亚 这个导致西方的 所有的国家元首 都没有去出去 这个奥运会 但是运动员都去了 所以说这个政治与奥运会 它好像是很不容易 把它切割开来 它实际上是一种 政治上的号召力的较量 这次就重新出现在 中国举办冬季奥运会的时候 也出现这种政治上的较量 说穿的就是 美国不愿意给中国捧场 不认同中国的 在其他领域的行为 所以它在号召 其他国家不去 但是现在来看 它的号召力 似乎非常的薄弱 是的 我们说奥运会 不应该被政治化 当然不应该 但这是一个 很美好的想法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再来聊一聊 日本的态度 待会见 美国为什么能总是无事生非呢 正比一呼 抵制北京奥运 搞得全世界很多国家 这个在家做作业 想一想到底应该怎么交代 比如说日本 中国曾经温馨提示日本 在东京奥运的举办期间 中国是全力支持的 希望能够恪守 对彼此的承诺 那么日本到现在为止 没有做出 是否参加外交抵制中国的 行列的一个决定 相关消息 我们连线正在 东京的驻日本级的李淼 那么李淼 日本政府 对于岸田内阁来讲 这道必答题 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回答 好的 客服 那直到现在 日本对北京冬奥会 其实还没有明确的一个表态 那最大的焦点 其实就是 日本是不是会派阁疗 出席北京冬奥会 那么日本现在正在开国会 几乎每天 我们看到岸田文雄首相 都在国会被质群说 日本政府 到底是不是应该派阁疗 参加北京冬奥会 那么岸田呢 显然现在是左右为难了 他面临两种压力 一方面呢 是来自自民党内的保守派 像高市早苗 正当会长为中心的 这些保守派 那么这些保守派的自民党 国会议员呢 他们就认为说 日本应该跟美国保持一致 那既然 盟国美国已经做了决定 那么日本是不是就应该 尽快去表态 可是呢 另一方面 我们也看到 岸田面临的压力呢 我们都知道 他出身 红池惠 上台还只有两个多月 但是呢 岸田已经多次表示说 中国对于日本来说 是重要的邻国 所以呢 他很希望和中国发展 稳定性的 建设性的两国关系 那明年呢 我们都知道是 中日两国非常关键的一年 是邦交正常化50周年 中方呢 也已经明确说了 中国在之前支持了东京奥运 那接下来呢 就是日本体现应有的 信义的时候了 所以呢 我们看到 岸田显然不愿意和中国 产生直接的对立 同时呢 也想促进两国的经济 还有两国的人员往来 国民交流 所以呢 现在还没有能够最终 拿出决定来 不过呢 各方就预测说 日本最晚应该在12月底 也就是在今年年底之前呢 会最终决定 到底要不要派官员 出席北京冬奥会 另外还有一种看法 就是说 日本有可能会派 体育厅长官前往 因为体育厅长官呢 并不是国会议员 也不是政客 但是呢 他也算是高官 所以呢 自民党内还是有声音 表示反对 当然了 也可能会派 东京奥组委的主席 乔美胜子 或者日本奥组委的会长 山下太狱出席 那日本国内有声音说 就是一种体育盛事 应该跟政治分开来看 不应该放在一起 也不应该一味去追随美国 所以相信 岸田政权会 谨慎地考量 各种各样的风险 科夫 是的 是不是为了 应该跟随美国的脚步 而对中国背信契 以望到中国 在东京奥运 对他的支持 这是岸田 现在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好 我们再来 也有请在澳大利的海英 我们知道 韩国市民却表示 不会加入抵制 这个二家抵制 奥运的行列 文在寅正在 澳大利亚访问 在此期间 他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可以说 他的平衡外交是 炉火纯青 您如何来看 文在寅的决定 我们在记者会现场 也可以看见 文在寅是跟 澳大利亚总理 莫里森 他们的讲话 是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当时这个记者会 一共有四个记者提问 三个问题 是跟中国有关系 当然 抵制奥运会 也是个非常 也是个主要的问题 文在寅 非常明确地表示 澳大利亚有密提表示 文在寅实际上是 给莫里森上了一课 怎么样 才能真正处理好 和中美 和美国 美韩关系 和韩中关系 实际上这一点呢 澳大利亚的媒体评论员们 这两天 发了几天报道 还有电视评论员 也表示了这样一种意思 就是说 莫里森真的是应该 好好地向文在寅 学习一下 实际上 韩国在这方面 在澳大利亚这几天 的这个访问 是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就是可以看出 韩国这样一个国家 在中美之间 他们 他的这个游刃程度 还是非常大的 不像澳大利亚 顶着死牛往前走 最后贸易也受到 很大的损失 那么总体来 那么韩国总统 今天是结束访问 明天上午就要回韩国 所以说给澳大利亚留下的 是给莫里森上了一个课 有媒体是这样评论的 好 谢谢阿英 再来有请在华盛顿的又有 我们知道 你刚刚说白宫发言人 普萨基很喜欢奥运 但是美国政府 是多次犹如奥运精神 这个boycott 这个抵制奥运 也是他们发明的 给我们介绍一下 他的历史 好 科夫 像我刚才提到 还有我刚才 顾教授也提到了 在1980年的时候 卡特政府呢 是对这个苏联 发起了这个抵制 但是它当时呢 是一个比较全面的抵制 所以说现在呢 在这个拜登政府 宣布这个决定之后呢 很多专家就站出来解释说 这个从历史上看 像这样的抵制呢 向来是不会达到 什么地缘政治的目标呢 像是华盛顿邮报 就分析指出 现在呢 基本上只有这个五眼联盟 还有极少数国家 加入美国的这个外交抵制 如果没有更多国家效仿 那拜登政府的这个努力呢 可能就不会获得太大的势头 那迄今为止 显然是只有寥寥几国 并没有出现 什么压倒性的情况 那幸亏现在美国进行的 只是这个外交抵制 如果像之前 像1980年代那样 进行全面抵制的话 那这可能会让美国 感到非常尴尬 甚至比中国更尴尬 那美国之音 像是这个美国政府 资助的这样的一个媒体呢 也是分析指出 东江运会强国挪威呢 显然是不会加入 美国的外交抵制 那北约盟国呢 像法国意大利也不会 波兰和匈牙利呢 也是在这个 他们自己本身呢 在这个人权方面 也有很多担忧 也是跟美国在这方面 也有一些分歧 所以说呢 非常渴望呢 也是非常渴望 跟中国作为这个 经济合作伙伴继续下去 可能也将无视 美国发起的这个抵制 所以说如果大部分国家 根本不会跟进 或者需要很长时间才跟进 那美国的这个外交抵制的影响 会非常小 好的 谢谢在华盛顿里 又有澳大利亚的杨海英 巴黎的金样 和在波恩的顾学武教授 在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之前 也发生了很多插曲和事件 但是最后北京呈现了一个 从前所未有的精彩决论的奥运会 我们对北京冬奥会 也有同样的信心 感谢您收看今晚的 凤凰全球连线 我是李科夫 晚安 奥运会是广大运动员 和体育爱好者的盛会 不是政客们作秀表演的舞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